哈囉大家好,我是阿玉凱,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分析的是,地獄集卡片,路卡2 那他是拳皇這次首次地獄集關卡 那他的隊伍技能跟其他拳皇角色一樣 一樣是全隊如果說只有拳皇的話,生命力、攻擊力、回復力有1.5倍的加成 那如果以他當隊長的話,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有比他更好用的,比如說呂布之類的暗隊 其實都蠻好用的,所以隊長技能就暫時先不介紹 那我們介紹他的主動技能,他主動技能是蠻有特色的 就是他將兩直行轉成暗符石,並且轉到直行符石的成員有5倍的攻擊力 那非人類2.5倍就比較少,所以就是主要以人類隊為主會比較實用一點 那他CD9算是真的太長了 那所以他放進全華隊,有CD-2的這一隊,才會比較有一點點用 對,他就變成CD7,所以如果說你問我路卡爾要不要練的話 有,有,我是建議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樣的配置的話可以練 那這一隊的配置我有額外錄一個實戰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在我的頻道中找到 那路卡爾他的實用性真的是太低了 暗隊用不到他,原因是他CD太長,而且又隨機轉 所以真的是太難用了,對 那如果你說你是單純以兩直行,他可以轉兩直行暗符石 而看待這個角色的話,我會覺得 好像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實用 那,建議大家有拳皇角色練一張就好了 沒拳皇,暗隊也不需要他 對,所以你沒有拳皇,沒有要玩拳皇角色的隊伍的話 基本上就不用練這張卡片了 好,那今天的分析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如果說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,不用幫我按個喜歡並且分享給朋友 想要看到更多這種影片的話,不用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下次有新影片的話,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還有就是我錄了很多關於路卡爾的實戰影片 你們其實可以去看看,然後再考慮要不要練這張卡片 對,好,在這邊告一段落,下次影片再見囉,大家掰掰